一听到总统蔡英文喜欢吃三色豆 许多人都很惊讶 因为他堪称是最讨人厌的便当配菜 不过其实胡萝卜 豌豆和玉米 都各有它的营养价值 而且不会因为冷冻而流失营养 三色豆它看起来是三种蔬菜 但实际上也是只有红萝卜 它是严格说起来的真正的青菜 但是它并不影响它实际上所富含的营养素 那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这个红萝卜它本身就富含维生素A 还有β胡萝卜素 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黏膜 还有保护我们的上呼吸道 当然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所以其实光本身这个红萝卜的话 其实它就有很多的功效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青豆仁 那虽然说很多人会认为 青豆仁它里面的淀粉 其实是含量是偏高的 但是它的淀粉属于这个植物性的淀粉 那再加上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素材呢 它的这个纤维质是偏高的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说 这个青豆仁的淀粉如果吃多的话 会不会累积我们的脂肪 其实并不会 那相对而言因为它的纤维质比较高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便秘或排便不顺的人呢 多吃一点这个青豆仁的话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的蠕动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带些这些这个粪便 或者是带些这个毒素 其实是一个好的东西 那另外来说的话 玉米它其实本身的这个叶黄素 还有玉米黄素 它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巩固我们的眼睛的健康 那当然就是对于这个3C的这个酒用族 还有这个上班族本身呢 它其实这个补充眼睛的营养 其实都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样子 它这几个这个营养元素 其实蛮特别的 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红萝卜 它里面的这个维生素A 还有β胡萝卜素 还有包括玉米 说里含有的这个叶黄素等等 那其实它们都属于这种非水溶性类的 这种营养元素 那相对而言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这个冷冻久了 或者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的话 它其实不容易流失 也就代表说它的养分不容易 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 或者是因为烹饪的方式 而有所太大的改变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就是买了过期的这种三肢豆 当然也不好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在期限之内 其实这营养元素是不会落差太大 这大家倒是可以不用太过担心 它料理的方式确实是单调没有错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切块 然后又是已经体积也是蛮小的一个食材 那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要烹煮 你如果直接来比如用油炒 或者是用蒸的方式呢 其实都可以 那只是说我们口感上面可能因为有些三色豆 它是冷冻的 所以它的口感上可能很多人会不喜欢 那如果像我的话 我就会把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口感可能有些偏软 所以我就会把它拿来跟我的饭混在一起 然后一起蒸 所以这样子同时又可以兼顾这个这个淀粉 因为白米饭是淀粉 那当然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那个青豆仁 它里面有淀粉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眼睛可以稍微判断一下 我们今天要摄取多少的淀粉 其实就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 那也可以同时一起蒸的话 也可以把它一起吃下肚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方便 而且是一个懒人的做法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三色蔬菜呢 它如果我们就是偶尔吃 或者是你如果选择常常吃的话 其实它的营养的成分 还有这个营养价值 其实都是可以兼顾得到的 进行也就是给您的 超红颜色黄色的 因为员们春天 在幻想们就像 吃饭在墨南 白米饭 烤 不是 最喜欢这种摇取的 我 看到的 说